早上的8点13分 记者现在在大龙街 大龙夜市现在是早市 来观察一下现在青菜的价钱 空青菜本来30块一把 现在是变成25块一把 那个小黄瓜现在也变成是 地瓜业是70块一斤 洞渣本来100多块的地瓜业 70块钱一斤 小黄瓜也变成本来都是100块以上 也变成100块一斤 显然现在这个菜价 已经慢慢向下降 黄瓜冻沙都是100块 现在一斤是60块钱 现在这个菜价也都慢慢 逐渐平稳 逐渐便宜 所以说我们继续还要继续便宜 台风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菜价还那么贵 我们其实要盯着农委会 究竟查查这个菜虫在什么地方 环球邮报的记者 燕国龙在大龙市场的报道